口足画家董隆斌车祸颈椎受伤 轮椅待步22年 饱受入疮之苦 我发现入疮的时候 就是开始冒冷汗 然后全身会发抖 也不知道是哪边在痛 六年以来开刀开了九次 我的伤口缝合了又裂开 入疮就是压疮 指皮肤及皮下软组织 长时间受压迫 血液循环不良 细胞缺氧快死 可能看开始一公分 过一天到两天 就变五公分 进展很快 病程发展快 不能够轻忽 脊髓损伤基金会曾统计 有压疮困扰的脊髓商友 高达六成五 就一个小时要撑起来 两三分钟以上 有些身上朋友 下半身没有知觉 最好经常变换姿势 改变受力的部位 此外压疮还会找上 长期卧床者 所以至少两个小时 要翻身一次 千万不能够过度用力 这样子拉它 我只启动我的手而已 这样子下半身是翻不过来的 它这样翻的时候 它很容易拉伤 正确翻身 有要领 膝盖跟肩膀同时一起翻 才会省力 而且才会安全 骨骼突出的部位 压力集中 善用枕头 做适当的摆位支撑 定时减压 远离麻烦的压疮 大海新闻官邻 欧阳光辉台中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